好,老规矩,本期视频依旧是留言抽奖,然后我们的赞助商果折扣,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直播网站,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了,妈妈没有用过的可以推荐给妈妈,爸爸没有用过的可以推荐给爸爸,是时候为你们的钱包捡一次付了,是时候让你们的一块钱可以当成两块钱花了,没错,就输入3w.果折扣.com 哈喽大家好,我是脱根十天的水一,在这里就不跟大家道歉了,反正道歉了之后也是要脱根的,请大家扫一下我们右上角的果折扣,也是本次奖品的一个赞助商,也是多次奖品的赞助商,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木屋上鼠标,看一下我们的Miracle,1分02秒被三个轮,这个地方走到小树立,难道有惊天神钩,直接死了,不过不愧是8000分的实力,死也死这么潇洒这么任性,5分59秒就到6分钟,控上一个神符,Miracle直接死了,不愧是8000分的实力,死也死这么潇洒这么任性,5分59秒就到6分钟,控上一个神符, 直接往中路,啥意思息啊,我已经感觉到他的冷血了,中路有一个可怜的蓝胖子,论金卖肉啊,这个应该是卖不了多少钱的,这边直接一个,哇,穿人神钩,一群小兵,两个英雄,直接一个穿云钩,勾死了这个蓝胖子,但这个剧情并没有结束,蓝猫一个滚,两个滚,非常潇洒,三个滚,但是中间我已经看到了啊,有一个普攻没有A出来,不然这个屠夫现在应该血更少,这边插过来一个白虎,一个穿银剑啊,这个屠夫这个勾是卖队友, 但是没关系,老司机实力硬,这个卖队友并没有卖死,屠夫回头绕了一圈,居然还在勾引这个蓝猫,蓝猫A出来一下,还剩48点血,他砸了一下蓝猫,难道有一个,死RableQ啊,这个屠夫的走位我就不多说了,非常的精髓,呃,给大家复一下盘,刚才第一波啊,吃到一个服6分钟,直接往中路走,非常的血腥暴力的一个神钩,勾死了这个蓝胖子,呃,当然这个,杀蓝胖子也是花了一定时间的, 然后这个蓝猫非常潇洒的三段滚啊,嗖嗖嗖,然后就发现自己这打不死这个屠夫,屠夫非常肉,呃,不多说了,我们看18分28秒,血腥的毒出到了一把跳刀,直接追随着小兵的足迹,跳到了敌方天灾的这个树林里啊,我还是习惯叫这个天,呃,夜眼叫做天灾啊,直接跳到树林里边,干了一些不见不得人的勾当,然后一个飞行鞋直接,远行鞋啊,这个飞鞋直接飞到了中路, 然后又勾到这个可怜的蓝胖子,但是屠夫大家注意,勾到蓝胖子第一时间是选择了回头,然后这个蓝胖子虽然是给上了技能,但是并没有对用普攻对屠夫造成输出,蓝猫也是仓皇而逃,这个时候赶过来的帕克直接是收掉了这人头,两个技能非常的干净利落,但是这边屠夫好像,啊,啊,没有故事了,呃,24分29秒,剧情进步推上了高潮,啊,高潮,实际这个词我好久没高潮,呃,好久没有这个剧情发生了, 这边这个屠夫一个神钩,勾到了一个隐身单位,啊,这边非常的漂亮,一个勾,一个咬,然后一个烧,直接把对面的老牛,啊,这干死了一个,没看清是谁,不好意思,啊,这边老牛还在绕,还在绕,蓝猫也过来,但是这个屠夫非常的血腥,直接干死了老牛之后,还要杀蓝猫,啊,蓝猫也是没有反应过来就嗝屁了,蓝猫也是比较冤,啊,你直接飞走不就完了吗,装什么逼呢,这边装了逼还想跑,在屠夫面前还想跑, 关键这个屠夫是一个八千分的大神,这边,呃,我老是这样吹他,不会吹出事吧,这个勾,啊,但是,这个勾眼看就要和这个飞飞的蓝猫子擦肩而过,但是闷闷那屠夫一转身,还是把这个蓝猫子给勾了回来,呃,就这也挺神奇的,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勾子看似就勾不到了,屠夫一个扭身,好像那个勾字会有一点一点点的偏差, 呃,也不知道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视觉的问题,就在我还在春秋逼的时候,Miracle就做出了一件这样是非常非常印象不到的事情,直接上路飞这个白虎,呃,白虎虽然是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飞行鞋飞过来,但是他第一时间可能是没有反应过来,这个是谁在飞,呃,等发现是屠夫在飞的时候,已经跑不掉了,因为这个屠夫,呃,他是会玩的,啊,这边,27分46秒,这个屠夫已经在中路开始,呃,又是这个老虎,啊,老虎,啊,老虎, 这个剧情还没演够,但是这个,呃,在秒,秒咬的时候,一个肢解的时候,这个老虎,啊,羞涩的关了灯,没有让屠夫掌握到视野,然后这个人头,最终还是被屠夫拿到,又是一个勾,勾过来,哎,卧槽,你这个跳勾很潇洒,但是你没勾到人,然后队友被你卖了,好,啊,这,这一波也是非常潇洒,这展现了自己高超的这个,拿MVP的技巧,你不把队友卖了,怎么拿MVP,这边,在人群中勾到了一个牛头, 啊,这个剧情应该没有这么快结束,啊,因为这个牛头的死,呃,我觉得这个牛头的死很正常,毕竟这个没有视野的过程中,这种勾我也能勾到出来,又是一个跳勾,难道,哎,你,他们要连续三个勾,勾空了,我这边没法给你圆了,兄弟,呃,这边蓝猫实力过来,秀了一波,啊,但是这个输出打的并不是很小,又是一个跳勾,啊,又他们要没勾扰人,我也不说啥,毕竟八千分大神,他这可能是,呃,吓唬一下对手,这第四个勾, 啊,对,对,对,第五个勾,第五个勾,但是,你看,勾子还是没有这个口,呃,咬来的时会直接跳过来,一个咬,咬到了这个蓝猫,蓝猫直接秒躺,好吧,而且多他二的这个,很多观众是多他一对观众,不太了解多他二的这个装备,是吧,呃, 嗯,他的这个装备,是这样子的,他这个蓝杖,啊,是,把你的这个,把你这个勾的CD,啊,弄得特别的短,啊,射成,射成不佳,反正就是CD特别短,一面成四秒了,跟以前的这个,加大招的这个伤害不太一样,啊,这边剧魔也是,呃,趁老司机开车的一段时间,啊, 过来放了一个异常,一个人头,这边,屠夫咬住了老牛之后,第一时间,就是,松口的第一时间是跳走了,主要是害怕老牛给勾克给大招,这边屠夫好像并没想罢休,三十分,哎,这边有一个蓝猫,啊,我还以为能反差这个蓝猫,但是屠夫机智的选择了跳走,吃到了一个隐身符,然后磕掉隐身符往上走,看到了一只蓝猫,在和一个军魔的幻象对A,这边,屠夫果断的是没有选择这个蓝猫,好,我们看他往上, 发现了一只,哎呦,我的天,我的天,哎,哎,哎,这边被发现了,这边被发现了,谁,这地上应该有睁眼呢,这边屠夫,回头硬拼,啊,老司机没有反应过来,啊,居然又是吞,吞弹自杀,啊,这个屠夫真是玩的有点溜,在对面三人英雄包夹,而且是三十三分钟的一个英雄包夹之后,还是能够完成一个反杀,啊,还是能够完成一个自杀,这边蓝猫,碰上这个屠夫,这个屠夫,这个蓝猫显然没有搞清楚, 状况,啊,屠夫的队友直接赶到,这边,这个牛头,啊,这个蓝胖子都躲不掉,非常的悲惨,这个勾,啊,我都不说话,你看我半天没说话,我就是知道这个勾肯定是勾不着人,好吧,哎,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,毕竟我这个视频啊,是一个八千分大神的故事,这个剪辑剪得我真的是瞎了,好吧,对,没有关系,这些屠夫, 我勾不着,我可以咬,对吧,我咬不着,我还可以,呃,跳,啊,这个,跳过来咬,跳过来送,这边这个屠夫不死,啊,这个屠夫能不死,哎,我的天,这个屠夫真没死,一个近距离超近,超近距离的一个勾,直接勾死了这个,呃,白虎,啊,我的脑子已经开始有点短路了,然后又是一个极限的逃生,看一下这边这个牛头,发现这个牛头又是一个近距离贴身勾,勾死了这个牛头,啊,那没勾死,然后开了一个烧,烧死了这个牛头, 蓝猫这边想要杀这个屠夫,但是这个时候屠夫一个大招直接咬到这个蓝猫,然后等到蓝猫送,呃,松口蓝猫的时候,第一时间跳走,跳走之后蓝猫滚过来送,然后屠夫血非常的多,一个勾把蓝猫的血勾得更少了,然后这个时候队友全部都支援过来,蓝猫死了,嘎屁,啊,嘎屁,嘎屁朝,朝阳,见,见太阳了,啊, 这边这个时候,呃,谁的这个口齿已经跟不上自己的思路,这个眼睛也跟不上,思路又跟不上自己的眼睛,诶,我他妈瞎了,这是怎么死的,嗯,好吧,这个,有的时候,游戏就是这样,有送有翻盘,啊,只要你已经打得非常纷纷火火的时候,就是要给你后期一点机会,你比如说这个蓝猫,啊,这个火枪,这个火枪直接干死了我们的miracle,呃,这个屠夫送得一手好人头, 好,39分钟15秒游戏开始进入到了尾声,一个隔空的勾,这边也是有视野,这个火枪是万万没有想到刺激,打一个远,哎,打了个隔,不好意思,打了一个远古野,都他妈被勾来,但是这个火枪毕竟装备还是可以的,啊,居然跑出来了,这边又是三人轮屠夫,啊,但是没关系,跳过来一个巨魔战将,巨魔战将堆的能力还是有的,直接A死了这个蓝猫,这一盘不得不说这个蓝猫发挥的不是特别的好,啊,然后这边,啊,这个屠夫又死了, 然后这个时候巨魔战将开始一个打两个,一个打三个,一个打四个,开几分神斧,但是没,没了用,啊,这个直接,我的天,这什么鬼,巨魔战将还是跑了,嗯,42分05秒,我们的屠夫已经是神装登场,好吧,玲珑心都做出来了,我的天,蜡卢,一发,啊,天蜡卢一发,我的天蜡卢一发, 这个,这个白虎还是没有反应过来,直接一个神勾勾过来的时候,啊,直接头朝下,脚朝上,嗝屁朝阳,见太阳,这个屠夫跳过来,这样勾一个,哇,直接把这个吹风吹在空中的帕克勾了过来,还是玩的挺溜的,这边蓝猫给了一个残影,开了一下高空视野,但是这个时候,并没有,哎,这个屠夫这个勾, 呃,只是一个威慑作用,但是没关系,你看这个勾的速度非常的快,又是一个勾,又好了,再一个勾,又勾空了,没关系,还是有无限适度的机会,第三个勾,马上又好跳过来,一个勾,他妈又勾勾空了,啊,大哥,下次这个后期师傅注意一下,啊,看到这里谁批评一下,你他妈的联系三个勾,勾空了,你也把它剪出来,你知道我怎么跟观众交代啊,这边,我们自诩为,啊,给他观众呈现最美好的镜头,结果你三个勾都勾空了,啊,第四个勾,我就不说啥了,大家都懂的,勾空已经成了惯例,这边啊, 第五个勾,终于勾空中,勾过来一个这个将死的蓝胖子,对吧,蓝胖子,长有长两个,哎,这边这个蓝猫,我们看这个蓝猫,还有什么西马,这个蓝猫可能又要死,被兵也粘住了,我的天,这个位置,帕克大过来,啊,帕克传过来,一个沉默,这蓝猫必死,这个勾,哦,这个连我都能看出来,这个勾勾的太早了,这边这个老虎直接射过来,想,哦,五个人,四个人,背靠悬水,打巨魔,但是这个人, 那时候,屠夫显然不能羞辱皇冠,巨魔现在输出非常高,屠夫只是个打酱油的,好,前期,屠夫的节奏已经带得非常好了,后期,只是一个带对面节奏的,但是这边,屠夫不能忍,啊,果断的选择了,把,把i back,啊,直接买活,买活了之后,又是一跳二,这个老虎,这老虎的跳和蓝猫的滚,居然都躲不了,这个屠夫和巨魔,我也不知道这个,什么情况啊,真是八千分的水平吗,怎么我觉得,还打不过我这个 四千分的菜鸡,啊,其实我不是四千分,啊,其实我是一个五千分,主要是我没完,啊,没完,所以四千分,好,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精彩的,呃,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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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视频, 有约来十分钟、一样的食物,就是幻想的疯独り不错的,和,急于是一平的相伴, 嗯 哈哈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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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词 李宗盛 隱藏 控制 返回 隱藏 門越 壁洞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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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